据英国天空新闻13日报道 英国内政大臣苏拉 布雷弗曼被英国首相苏纳克解除职务 报道称 当天早些时候 苏纳克要求布雷弗曼辞职 上周 布雷弗曼在报纸上撰文 批评伦敦警方 对一场在英联邦国家停战纪念日 举行的清巴勒斯坦游行的处理方式 还将英国国内的清巴勒斯坦团体 称为暴徒 布雷弗曼的这一指控 被指破坏了警方的运作独立性 和公众对警方的信心 也给苏纳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来自反对党和保守党内部的批评者 称布雷弗曼的言论 是冒犯性的和煽动性的 天空新闻称 这是布雷弗曼第二次失去内政大臣的职位 此前 他曾担任利兹特拉斯内阁的内政大臣 但由于违背了部长守则被迫辞职 不到一周后 苏纳克接任英国首相 再次任命他为内政大臣 据报道 苏纳克在13日对英国内阁进行改组 布雷弗曼被解除之务 是其计划的一部分 在被解之后 布雷弗曼发布申命称 担任内政大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在适当的时候 我会有更多的话要说 天空新闻称 苏纳克解雇布雷弗曼 冒着巨大风险 内政大臣第二次 因不当行为而失去职位 这是史无前例的 据路透社消息 当地时间周一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被英国现任首相苏纳克 任命为外交大臣 卡梅伦表示 他很高兴担任新的角色 因为在全球变化的时代 对这个国家来说支持我们的盟友 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 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是非常重要的 路透社称 在预计将于明年举行的大选之前 苏纳克所在的政党 在民意调查中 严重落后于公党 卡梅伦的回归表明 苏纳克希望引入一位 更中立 更有经验的人 而不是支持布雷弗曼的党内右翼 另据BBC报道 上周 英国内政大臣布雷弗曼 在一篇未经受权的文章中指责 警方在抗议活动中 采取双重标准 暗示他们对右翼示威者很强硬 但对亲巴勒斯坦的游行者却很宽容 这篇文章遭到英国政界广泛批评 之后 布雷弗曼被苏纳克解职 外交大臣詹姆斯 克莱弗利随后被任命为内政大臣 报的声 虽然布雷弗曼的卸职并不令人意外 但卡梅伦的任命 却在保守党内部引起了震惊 这一任命受到更多中间派议员的欢迎 但一些就义人士对此表示厌恶 他们称这是最终的脱欧投降 此外 除了布雷弗曼被解职和卡梅伦出人意料的重返政府 英国交通大臣杰西 诺曼辞去了他的职务 他说 几个月前就已通知政府党边 据报道 卡梅伦于2010年五月担任英国首相 2015年五月 卡梅伦成功连任首相 2016年6月24号 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 针对脱欧公投结果发表公开声明 宣布将辞去英国首相职位 2016年7月13日 卡梅伦正式卸任英国首相 2016年9月12日 卡梅伦宣布辞去英国议会下一院议员职务 退出英国政坛 2016年7月17日 也许